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国家为了再次稳稳秩序 就组织了各种击杀暴徒的悬赏令 就这样暴徒在不断增加的同时 赏击猎人也是随之诞生了 既然赏击猎人都已经诞生了 那么各种风俗店自然也是开始营业了起来 此时一家风俗店内 一名猥琐的顾客猥琐男 正在和老板娘讨价还价 猥琐男表示 老板娘 包一也多少钱 老板娘则是回应道 别人都是五百 看待你长得比较猥琐的分上 要收你八百吧 然而还不但猥琐男庆幸 既然没有收自己一签的时候 风俗店内却是闯进了一批暴徒分子 暴徒分子们觉得 这老板娘竟然敢哄才 简直就是活腻歪了 于是最后这老板娘就被暴徒分子们给杀了 老板娘死后 自然也就没人收钱了 既然不要钱 那还等什么 赶紧上呗 包括本篇的女主在内 也是这风俗店中女主的一员 而且还是头牌 所以暴徒分子中的老大 就打算好好玩一玩女主这个头牌 哎卧槽 不是 呃你 我 这这这这 这你嘛 陈独秀啊 暴徒分子的老大 当时就懵逼了 真不愧是头牌啊 就是会玩 然而 让暴徒分子的老大 没想到的是 女主不仅是陈独秀 而且更是一名 可以变身的大家闺秀 变身之后的女主 直接把这群渣渣暴徒们 打得屁滚尿流 只是在女主想要继续秀的时候 暴徒老大却是拿到了枪 不过即使拿到了枪也没关系 陈独秀 陈独秀同学 等等我啊 我这有瓶地滑之秀 你要不要用它洗洗手啊 你老是这样一直读秀 多没意思啊 那个 我叫脱口秀 不如我们交个朋友吧 别烦我 我是赏金猎人 原来女主根本不是什么陈独秀 而是一名赏金猎人 女主的赏金猎人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买一个可以恢复记忆的设备 原来女主在二战中被打失忆了 所以她才想买这种东西的 并且现在的女主 只需要再杀一名暴徒头目 独女就能够攒够钱了 但可惜的是 这个独女飘忽不定 而且阴险狡诈 所以女主很难搞定她 只是猥琐男却表示 她知道独女的下落 并且也愿意告诉女主 然后猥琐男就得逞了 不过却只得逞了一半 因为女主只让她亲了一下 并没有和她热 最后在猥琐男的带领之下 女主终于是找到了独女 而独女好像也料到女主会来 所以她提前就做好了准备 结果女主就被这独女给坑了一把 因为女主虽然打下了独女的一只眼镜 可独女却暗中派人 把女主的基地给袭击了 甚至就连基地里的女主的闺蜜短发妹 也被人给打失忆了 如此一来 大家就把责任推到了女主的身上 他们觉得 肯定是女主带回来的猥琐男 向独女告的密 可女主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女主明白 猥琐男是因为想上她 才硬跟着她的 当然 其实女主身为这个基地里的鸡花 所有男人都是想上她的 不过 由于女主会变身 战斗力强大 所以他们都没有得手 虽然他们尝试过 想要灌醉女主 然后再上她 可女主却是十分的海量 灌她的人都醉了 可女主却还没醉 甚至就连别的女孩子 也一并被女主保护了起来 包括此时 失忆的短发妹 都是在女主的保护之下 才没被人给上的 当然 上或不上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现在的女主内外受敌 该怎么办呢 所以最后 女主就决定了 既然大家都怀疑自己和猥琐男 那么两人干脆就直接 往暴头分子的老巢杀过去算了 并且这段剧情 我好像看过 叫什么麻花搜查官来着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么接下来 应该会有五六名大汉出场吧 嗯 果然没猜错 如果我还没猜错的话 估计接下来 他们应该要把女主的衣服了吧 嗯 怎么和我上次看的剧情不一样呢 此时 只见女主 瞬间就在暴徒楼落中 拿来把武杀 并且他们还弄清楚了 原来高密的人 是他们基地里的一名女卧底 然后接着 他们就遇到了暴徒头目独女 独女这次 因为是穿着衣服出场 和女主打的 所以战里有所下降 于是就被女主给几刀劈死了 接着上场的是 另外一名更厉害的头目 蒙面男 蒙面男很厉害 打的女主难以抵挡 呃女主毕竟也是有脾气的人 恰恶博是吧 所谓猴是吧 然后一怒之下的女主 就把蒙面男的面具给打烂了 并且在打烂之后 女主看到蒙面男的那一刻 竟然还恢复了记忆 原来蒙面男是女主的前男友 不过却在执行任务时被打死了 只是后来 却被暴徒分子最高头目 做成了杀人傀儡 然后得知真相的女主 就更加的愤怒了 她一招暴击 就击中了男朋友的能量核心圈 然后她男朋友临死前 也是恢复了一点记忆 她告诉女主 秘密就在富士山 至于是什么秘密 那也只能到富士山后 才能够揭晓了 男朋友死后 最大的暴徒BOSS 也终于是出场了 原本以为 女主还会经历一场恶战 可是万万没想到 女主基地里的 一个真心喜欢女主的备胎男 直接背后偷袭 打死了大BOSS 大BOSS死后 女主也是拿到了记忆恢复装置 不过现在的她已经用不着了 她用记忆恢复装置 帮助被打失忆的短发妹 恢复了记忆 而她自己 却是直接踏上了 前往富士山 寻找秘密的道路上 最后电影结束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么么哒